凱米颱風對雙北造成了明顯的影響 今天早上雙北市長都坐鎮指揮 台北市長蔣萬安提到 今天最受影響的是 今天下午到明天 市民必須要嚴正以待 分析預估 這一次的颱風 確實在今天下午開始 於是風力都會逐漸增強 對北部地區特別台北市的影響 就會從今天一直到明天上午 都是最嚴重的時刻 所以還是要呼籲所有的市民朋友 絕對不要輕忽 而且要嚴正以待 據市民朋友最關心的放假 兩位市長都提到 北北季陶生活圈會在今天下午 是最新的氣象的情況 來決定明天是否繼續放颱風假 另外新北市長侯友宜 今天也到板橋的福州橋視察 他提到日前經過的地震 再加上近期的強降雨 包括山坡以及海邊 都是比較危險的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接近這些地方 要遵守相關的管制規定 這一段時間裡面除了經過大地震以外 也經過短圓池的強降雨 山坡的這個土地 其實是有崩塌的這個危險 所以我們劃定的公告區裡面 都是有危險區域 我要在這裡呼籲市民朋友 山區海邊只要公告管制區 一定嚴格進行 而且可以嚴格的舉例 我們希望市民朋友 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有關凱米颱風的詳細情形 我們將繼續為您掌握 時間先交還給棚內主播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intersections エ Says bé etical 摩充 提供 息行 祝基本 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